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准备何重 泛民主派的大佬级人物 早几天被特区警察拘捕 和落案起诉 参加未经批准集结 这些泛民大佬 包括德高妄众 很有国际地位的李柱明 民主之父 虽然Martin 我和他在香港民主发展的政治理念上 有点不同 但是 也是因为大家年纪有个差距 可能看法有点不同 但是我非常尊敬李柱明 我尊敬李柱明 他也是一意贯之 第一 第二 我尊敬李柱明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支持五区公投 是吧 为了支持五区公投 和司徒华也有争吵 是吧 我记得最后一次 我尽最大的努力 去游说民主党 参加五区公投 就是在李柱明的家 当时何俊仁、李永达 余若薇 以及我 就在Martin的家 Martin也帮我们去参加民主党 但是当时的民主党 在司徒华的操控之下 是吧 到最后开这个民主党的大会的时候 是否决了参加五区公投 当时 我是社民联的主席 是吧 就是社任就被陶军行做 梁国雄有份参加五区公投 他写文联 当时他在教协銅鑼湾的会所外面 我们有示威 梁国雄说了一句 司徒老狗,硬正上老 引起牽然大波 我也觉得非常尴尬 是吧 因为我觉得大家的政见不同 不需要take it personal 是吧 梁国雄说这句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比较 你明白吗 在立法会也被民主派轟了梁国雄 后来始终很疼梁国雄 始终就是 他说他硬正上路 我觉得这个我也接受不了 但是当时因为突然打了党友 那怎么搞呢 搞得我们都非常尴尬 是吧 马田是赞成五区公投的 所以最后一次我就在马田家里和余若美 李永达和何俊仁 碎他们 当然结果是失败了 是吧 原来他们一早就跟中联办聊天 是吧 我搞五区公投 筹备五区公投 他就进入中联办和他密室谈判 然后就把胡志偉的所谓的区议会方案拿出来 然后中联办接受了 曾荫权就把他的政改方案 套入了这个区议会方案 就是说立法会增加十个议席 由六十到七十 五个是地区直选 五个是新增的功能组别 就是这个区议会议 由区议会做候选人 区议会议员做提名人 是吧 经过筛选之后 由香港的登记选民 他没有登记其他功能组别的选民 但是又是地区直选的选民 就可以做这个区议会议的选民 就去投票 结果这个政改方案 在民主党的支持下 得到通过 是不是 也是我和民主党 各走各路的 一个 就是 大家分手的 那时候有一篇东西叫做 同志们今天我们分手 我们在这里分手 因为我要走更远的路 我记得写了一篇文章 有一句这样的话 我稍微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就是 我对李柱銘是非常尊敬的 是吧 特别是过去 去年的所谓 反占中运动 这一场政府运动 他老人家很奔波 去到美国 去争取国际奥援 接着那些年轻人 罗冠聪 王之锋接力 我觉得 这个不是叫勾结外国势力 在现在这样的关头 你去争取国际奥援 争取国际关注 那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是要肯定的 好了 连到李柱銘这些人 你也要抓 那你用回鄧炳狂那句话 你不犯法 我就不抓你了 是不是这样呢 那个政治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英国外交部出声 美国政府又出声 是不是 那共产党会不会不知道 会有这样的后果呢 他当然知道 是不是 明知会引起国际的关注 是吧 甚至乎 这个就是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说 要这个 Donald Trump 要行使这个 香港民主人权法案 是吧 就是说要对香港 要制裁 要有行动 不是通过了法案 不做事 现在要做事 这样 那你又共产党知不知道有这些后果呢 喂 拘捕了七千多人去年 大家就在那里 發表一些声明 关注 就是这么多 是不是 拘捕的人又被拘捕 告的人被拘捕 是吧 无故失踪 无故死亡的人 有一大堆 是吧 721 政府不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721 831 这些全部都变成原案 这些是暴行 一个就是黑社会的恐怖襲击 一个就是警察的恐怖襲击 是吧 好了 国际社会关注 接着就被疫情影响 接着大家就没声了 好了 但是 李柱铭 吳靠尔这些人被拘捕 何俊仁 所有这些 都是 在国际社会上面 认为是香港的 所谓 就是 民主派阵营里面 那些头面人物 和那些资深的政客 是吧 都被拘捕 而且不应该拘捕 为什么我说不应该拘捕呢 因为那次 是很多人去游行的 理论上是法不自重 而且我们有集会自由 但是你发这个反对通知书 但是那天那些人要出来走 都数以十万计的人出来走 只不过这几个 李卓仁 何俊仁 黎智英 甚至乎李柱铭 他走在前面 吳靠尔 就是在前面而已 就是去年8月18日 是吧 他只是参加过未兵批准集结 对 这是法律上有一条这样的罪 但是通常都是不会被告的 有这么多人 是吧 所以我曾经呼吁就是 这个泛民主派 应该要求他的支持者 那天有去游行那些 不要说叫其他香港市民 去各大警署投案 是吧 那看他会不会告你非法集结 你可以说 我看到李柱铭不可以被抓 原来那个游行是非法的 那不对 你只是拘捕他 不拘捕我 我觉得我自己 对他有亏欠 对他不住 我要出来投案 也可以 这个就是政治抗争 就是这样的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说要说法治 对不对 那我现在就去自首 对不对 所以你说在国际社会里面 这个是很无奈的 对于那些年轻的勇武抗争 被抓 被打的人 那些人他可能看到是很生气的 为什么 就是抓李柱铭等人 的反响这么大 在国际社会 甚至在香港 泛民的阵营 哇 就是 声势力揭 讲到 对不对 香港的民主自由 受到严重的打压 如何如何 但是为什么 我们这些年轻人 被抓的时候 没有同样 级别的关注 和谴责呢 那他们可能会觉得很生气 对不对 就是我不是人 你这些人就是 新骄浴跪 被抓就很麻烦 对不对 我想说的就是 从这个民主支付被拘控 加上议会 现在共产党是 就是意图和准备去操控 是吧 那这些情文在九月的选举的意义 在哪里呢 所以现在我要问 泛民何去何从 是不是在现在这个时间 民主支付被拘控 议会将会淪陷的情况下 你继续说 九月立法会过半 三十五加 三十五加 就可以变天 去改变一切 我不反对你三十五加 参加选举组织 政党参加选举 当然要争取最多的议席 对不对 对不对 在支持民主自由这个阵营 拿多些议席 我们没有理由去反对 但是你必须告诉我 在现在共产党的 所谓全面管治 开动机器的时候 三十五加之后的意义何在 是不是 如果你三十五加之后 喂 他又说要监督你 又可能要DQ你 是吧 又可能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令到你没有办法 去兑现你的承诺 就是说三十五加之后 我们会否决政府的方案 我要癱瘓立法会 然后逼政府就范 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或者諸如此类 你说一大堆东西都可以 但是你没有回应到 等于我之前说 共产党就绑了一只手 任你去三十五加 现在很明显就告诉你 不是 现在就已经动了 那你说 等于我上次说 喂 那你中联办 或者共产党是否很笨 是不是 那你即是亿泛民 有机会拿三十五加 他也不在乎你三十五加 大哥 现在很明显就是 是不是 一个内委会 选政府主席 打拉布 他也要出声 接着还要恐吓 要DQ这个 郭榮鏗 那你那三十五加 假设你可以在立法会 过半数 过半数的前提 还一定要在功能组别议席 有增加才行 现在金主就是黎智英 或者幕后的龙头就是黎智英 国师就是戴耀廷 去年选举 那些政治素人 可以给你收编的就收编 不可以给你收编的时候 如果他们硬出来选 那你又会賴他们去界票 所以未来这几个月 关于立法会选举的纷争 在泛民这个阵营 非建制派这个阵营 就必然出现 是吧 如果你反对立法会 三十五加的 就说你是鬼 是吧 那你不参加 这个国师整的 就是戴耀廷 国师设计的 初选 你就是鬼 你就是分化 你就是分化狼 是吧 那你就会被人批判 他们就会在连登高登 现在连登高登 也被泛民主派的 心王那些控制了 真的 很厉害 我来说一句 他不合听的话 他又说我身份不合讲钱 不要再批评我 或者抹黑我 我没有意义 因为我无权无势 我现在是有个网台 网台也可能快要倒闭 那些人说 没人听了 那些新秀很厉害 不要紧 你继续厉害我 我继续做我的事 我只是想问 共产党已经正式出手 全面管治 要废除这个高度自治权 不但要干预行政 要干预立法 遲些就搞了司法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告诉我们 我参加这个建制的选举 就可以拿到半数议席的话 我们就可以变天 现在我不反对你去抢功耳直 但是你要告诉我 在现在的情况下 这个抢功耳直 的意义何在 这个真是很平心静气 我不会破口大骂 说你吃人血饅頭 是吧 吃就一定吃的 是吧 九月的选举 你一定是多票的 这些全部都没有原念 是吧 过不过到半数 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你现在要答我 因为这个是一个 选举的诉求 叫多些人去投票的原因 对不对 那么我投了给你之后 真的你可以过半数了 或者功能组别那些 你可以 赶走这个张宇人 赶走这个谢伟泉 拿多两席 甚至商界 你都可以赶走这两个 那你就很厉害了 那你就赢了 那你就赢了 过半数了 那过半数之后又怎样呢 就是我那把乌鸦嘴 我经常问 第一 第一 你是不是当共产党不动手呢 每天都说三十五家 第二 好了 三十五家 我不反对 那选什么人进去呢 继续是梁国雄 继续是黄碧云 是吧 是不是继续是这些人呢 继续是涂僅身 做到他掛柴为止 是不是 喂 你是不允许空间 这些所谓的年轻人 大哥 还有这些年轻人 他是明日当家的 当然去年那个选举 令到很多人 雄心万丈 但事实上 他们只是了子有限 这也是事实 是不是 下届区议会选举 可能全部都输了 都未定 但是他觉得 现在这个势有利 他要出来跟你争 这个立法会的议席 那你怎样呢 是不是 收编他 是不是 初元仔 在台湾叫做初元仔 是不是 初元他 再不就是 用共产党那种手法 是不是 就是非有职敌 说人家分化了 说人家收共产党的钱 戒票 是不是 如果不服应 以国师戴耀廷 那个初选制度的话 全部都是鬼 那个纷争 就会继续下去 但是有一件事 你这些老牌政客 基本上就应该要收档 是吗 所以现在是要思考一个问题 这些香港领导 香港民主运动的人 你要思考一个问题 这些泛民主派 何去何从 现在是否 香港独立的那些全部都没得算呢 始终是香港独立 一定的 但是现在正下来的路 就是革命而已 老实说 但是你不会去革命的 那你就只要选择做信民 但是做信民 你不服气 我是民主牌 那我就要玩些东西 是不是 投票给我 是不是 投票给我 过半数 我们就可以变天 那你当西环不存在 当共产党不存在 那现在就表演给你看 是不是 你这边一直在操作这个35加 他这边的手 就是那些手就伸进来 是不是 一次比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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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骯髒 一次比一次 就是强硬 是不是 不是 只是中联办 港澳办 又发声明 是不是 接着这个外交部署 香港突败村元公署 又发声明 现在是差在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 驻港部队 还没发声明 是不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真的要告诉大家 35加的意义何在